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新云大师 在2月5号元祭之后 那东禅寺就从2月6号起到13号 开放吊宴 让民众来追思缅怀大师 而今天教务部长陆兆福等领袖 就亲自到访东禅寺献花追悼大师 就连人不在现场的首相安华 也发出了吊宴函 感谢大师推动人间佛教 促进社会多元和谐 今天是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新云大师 元祭后的第一个星期 交通部长陆兆福 财政部副部长沈志强 和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陈鸿坚 今天一同前往东禅寺 向新云大师致最后的敬意 陆兆福抵达东禅寺之后 第一时间前往大雄宝殿 写下想对新云大师说的话 随后陆兆福在东禅寺法师 和负责人的带领下步入殿堂 为新云大师献花吊艳 全城神情庄重 陆兆福也代表人不在现场的 首相安华致哀道文 感谢新云大师在世时 推动佛法造福人民之举 在香港历史的前往 另外 陆兆福也表示 自己十分敬佩星云大师 提倡的人间佛教理念 让他获益匪浅 他的人间佛教的教导 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 对和平 特别是对于马来西亚的国情 其实人间佛教 今天大师所说的一切 其实对我们的社会 都是非常的细细相关 特别是我们在一个多元族 多元宗教的社会 互相的尊重是非常的重要 以教育 以慈善 以文化的交流 我们超越我们的种族和文化 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陆兆福希望 佛光山能够将星云大师的理念 发扬光大 把佛法传递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 陈云熙 雪兰儿 任嘉隆报导 fav 和光山能够 Gonna 声 让佛法传递 感谢观看